近日,据韩媒最新消息,刘亚仁现身法院出席第一次审讯,代表律师替刘亚仁否认大部分指控,仅承认曾与友人一起吸食大麻。 代表律师表示,脚缩他人吸食大麻,脚缩他人毁灭证据,协助他人违反毒品管理法,及试图潜逃海外,滥用麻醉剂一柄分等指控,都将正面争辩。 此外,刘亚仁表示,有很多指控都与事实有出入,今后我会诚实地解释。 下次审讯将在2024年1月23日进行。 据悉,刘亚仁今年2月被爆涉嫌滥用麻醉剂一柄分,前后再被验出曾吸食大麻、可卡因、绿岸酮等八种药物基毒品。 面对铁针如山,刘亚仁还是嘴很硬,坚决不承认指控,表示就跟友人分享过一次,看来是并不打算承认指控了。 如果刘亚仁真是被冤枉的,明年1月的二次庭审,刘亚仁估认,